如果我没有这张脸,你还会喜欢我吗? 每张脸都有自己的style 跟我一样精彩有形 爱我,也爱他们 和我一起成为阳光伙伴 欢迎你一起加入阳光伙伴 快打电话或上网搜寻阳光基金会 你也可以和我一样成为阳光伙伴哦 欢迎回来MGO观点 其实台湾有很多这种过劳的认定 都是沿袭日本过来 那最近日本放宽 所以我们也稍微放宽了 所以我还是问一下主医师 你认为我们现在这次的放宽 还可以再做些什么 我想这个放宽基本上是政府部门 工部门对劳工或者是这个职业伤病的重视 那由这个职业伤病的低暴 或者是等等 我们可以知道以往可能是劳工不敢提出来 这个职业性心脏病或者是雇主的这个不OK 但是这个这一次做出来是很好的 尤其是大家不要忘记在一九九几年 我第一次到丹麦去参加 那个职业性心脏病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就谈职业性心脏病 包括工作压力 包括高血压 包括心脏病等等等等 你看我们大概是迟了十到二十年 但是持总比没有好 让大家知道一些其他 因为我们的工作的改变 心脏血管疾病的出来 是可能跟工作有关的 是确实心脏疾病这个是跟工作有关 所以如果已经有这种病的人 就应该要很小心对不对 不只是有这种病 你只要有危险因子 因为心脏病常都是突然发作 那大概有百分之六十四 至少有一半以上的 大概心脏病都是 原来没有任何的警讯突然发作 所以只要你有高血压 高血糖高血脂 体重过重年龄大 然后还有家族遗传 或者抽烟什么这些 你只要危险因子越多 你就该小心 你不能说等到心脏病再来小心 心脏病再来小心 有时候来不及 有时候就直接吹死了 是所以有怜 因为坦白讲了 你们这么样的认真 为劳工权益争取 那这一次的认定 你觉得满意吗 还是你觉得 政府应该再多做一点 一个制度的建立 NGO当然永远都不会 不会觉得满意 就是说包括我刚才讲的 就是工时的部分 包括认定的部分 认定是最后的部分 是没错 到底死了以后 或者说发生事故了以后 认定了以后 才有补偿赔偿的问题 等等的这些救济的问题 所以前面的那一段 我们要努力的做 包括说我刚才讲 严功渐渐 包括说你国家的 这样的一个整体的 那个治安委的政策 包括说其他的 基本的劳动基准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部分 都是未来 比如说劳政 都把今年列为反过劳死年 就是我们要努力的 去把这个国外 跟当然有机会 跟官方这边来合作 一起来努力 那我刚才讲说 其实台湾的劳工 其实休闲都被挤压 可能要怎么程度 偶尔上网去偷偷菜 就觉得很开心了 其实那个 你一定有完整的时间 让你休闲 而且要接近阳光大自然 没错 而不是上去偷个菜 上去偷个宝物 就觉得我有休闲道了 我有那样的一个 其实一天工作八小时 休息八小时 休闲八小时 一百多年的标准 我觉得应该还是要作为 我们的一个 劳动保障的一个基本的 确实企业界应该要回馈利润给员工 然后保障员工 所以你觉得企业界要怎么做 我觉得企业应该是说 对这个劳工的健康管理 一定要做好 就是给他们健康检查 对对对 一定一定要做健康检查 然后也希望 这个掌握劳工的这个状况 尤其刚才 于师所提到的高危险群 这一定就是 这个雇主必须要掌握的高危险群 让他在配工选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不要去做 那个叫过度的附和的工作 这样就可以避免去触发 也就是所谓避免所谓的职业的脑心血管疾病 确实其实劳工权益的保障 不只是政府 包括企业界 怎么样把员工视为家人 然后愿意跟他一起成长 然后甚至能够保障 他们的职业